再一次跟各位弟兄姐妹打个招呼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 小弟又照着教习的安排 可以再一次的来到我们花莲教会 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守安息圣日 上次来的时候刚好是刚解封的时候 所以人数比较没有那么多 因为有人数聚会的限制 这样又分流 而且毕竟第一次来到花莲教会的时候 那时候一定会非常的紧张 这一次再次的来到花莲教会 刚刚在走上来的途中 可以听得到很多一进门 看到弟兄姐妹在聊天 然后走上来的时候 可以听到小朋友的声音 其实可以感受到在安息日的时候 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在教会守安息日 大家互相沟通 互相联络感情 是一件非常开心 而且非常幸福的事情 求神继续的保守跟看顾 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 虽然戴着口罩 可是大家都可以非常非常平安 非常敬虔的度日 那小弟呢 我今天用黑板上面的一个题目 跟大家在圣经里 做一个查考跟学习 小弟的题目是 我的主 我的神 我的主 我的神 那其实会有想到这个题目的原因 其实也是因为家里面 有小朋友的关系 前阵子小朋友不知道 小朋友常常都会一些口头惨 上 特别是上了小学之后 学到很多东西 有一天我在家里的时候 然后在看我的手机 下班在看手机 然后我儿子跟我女儿 玩得很开心的时候 突然就听到我儿子在那边喊 Oh my God Oh my God 然后就说 它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是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我们听到 常常听到 有人这样子讲的时候 就觉得是不是发生什么 严重的事情 那想请教一下 我们的小朋友 请问一下 Oh my God 是什么意思 什么 Oh我的天 我的天 大部分听到的意思 是Oh我的天 可是照字面上的意思 其实直接英文翻译过来 它就是Oh我的神的意思 然后我就想说 儿子你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你一定要在那边喊 Oh我的神 Oh我的主耶稣 说怎么了吗 其实它也没有什么 就是可能觉得 像很好玩 然后跟妹妹玩得很开心 或是突然发生 可能玩具不小心掉了 他就在那边喊Oh my God 我觉得这样很好玩 然后他妹妹也笑得很开心 那其实就我们自己 一个家长的角度来看 其实这只是一个 小朋友的一种 无意间这样的一说法 那但是有时候 爸爸都会这样子 就突然间就会很严肃 就会讲说 你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你一直在喊我的主耶稣 你的主耶稣 那你怎么了 为什么你一直喊主耶稣 我的神 我的神 那当然 他那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只是觉得 爸爸怎么那么严肃 那这也让我们去想一件事情 其实刚好那一阵子 也有在听一些 一些YouTube 他会有不定期的 会有一段那种分享 读经的一个分享 那就刚好听到了一个章节 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 第20章 约翰福音的第20章 我们看一下第26节到28节 26节到28节 新约圣经159页 约翰福音20章26节 过了八日 门徒又在屋里 多玛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27节 就对多玛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贪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28节 多玛说 我的主 我的神 他们 在这边呢 我就是刚好有听到这个 听到这个段章节 然后听到我的主 我的神 然后我就对了我老婆笑了一下 我老婆说 你怎么的 一大早这样子 是吃饱了很满足 然后对着我笑吗 我说 不是 的确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其实你要去认识这个神 认识这个主 对我们小时候的 像这样子 我们带着小朋友来到教会 对儿童来讲 这样子的宗教教育 其实就是要去带他们 去认识我的神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 所信奉的这个神 是谁 让他们去了解他 可是在约翰福音 这里的这个多玛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他跟的主耶稣 他是主耶稣的十二门徒 我们都知道 跟着主耶稣 在那个三年的 传福音的这样的生活 看着主耶稣 行了很多的神迹歧视 那也看了 也听了很多主耶稣 教训人的一些道理 可是多玛 他有时候 他还带着一点疑惑 怀疑的心 甚至在这个时候 主耶稣死后复活 向门徒显现了之后 多玛只是因为他没有在场 他就觉得说 哎呀 你们刚刚讲的 我不相信啊 我一定要听到 我一定要看到主耶稣 然后我甚至要守了 要去摸他的伤口 他被钉的 钉伤的伤痕 然后还有肋旁的那个伤痕 我才相信主耶稣复活了 所以就算一个这么亲近神的人 当初就是神旁边的门徒 跟主耶稣只有几步之遥而已 这几步的距离而已 这么亲近神的一个门徒 他不相信 他一定要看到 一定要看到 可是神真的让他看到了 神让他看到之后 甚至还跟他讲 说你来摸摸我的伤口 这个时候多玛有摸吗 没有 我们刚刚读到的 多玛没有摸那个伤口 他只是看到之后 就大声 就对神这样讲说 我的主 我的神 从心里面发出来这个声音 其实这个 这样子的心里面发出来的声音 就我们自己而言 其实这就是他对于 追溯的认识 他对于这个信仰的认识 信仰的认识 当然在我们的 信仰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但是有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会让你们 从心里面 直接这样子 对神发出赞叹 再一次的呼喊 天上的父 我的神 其实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 圣经的人物 其实都一直在 跟我们说 他们的信仰的历程 甚至他们在 遇到一些事情之后 然后再来思考 他的信仰的时候 很多大部分都会 重新发出来 对神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赞美 对自己信仰的一个宣告 就是我相信的 我的神 是真神 如果就我们 照字面这样子 在圣经里面 去查的话 其实我的父 我的神 其实出现了 还蛮多次的 很多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在 像祷告 在呼求 因为已经知道了 一个信仰的对象 所以就可以听得到 比如说 大卫在做事的时候 你常常讲 我的神 你为什么要离弃我 然后摩西做事的时候 说神 请你让我 可以了解 可以让我 数算 我在世的年日 等等 就是知道 一个信仰的一个目标 他们真的 都非常的了解 可是 小弟在这边讲的 其实是 一种转变 我们要去 再去思考的地方是 什么样的事情 让你 再次的确定 你这样的一个信仰 那我们就从 几个人物 圣经的人物 再去做一个思考 当然第一个 就是我小弟刚刚讲的 多玛 多玛 那多玛 其实 在英文 它有一个意思叫做 它有一种 英文的一个片语 一段的片语 它就是多疑的多玛 它是一个怀疑的人 那当然也是因为圣经的 这样的一个记载 而产生这样子一个 算是一个英文的一个 算对他们来讲 算是一个片语 这样子 那当然在我们的 现在 除了多玛之外 其实我们再来看一看 看一看 还一个 保罗 保罗 那保罗呢 其实保罗他没有看过 绝书 他没有看过耶稣 他 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 那个时候 他并不是耶稣的门徒 他甚至呢 以逼迫耶稣的门徒 为他的主要的一个工作 他觉得这是一个职责 因为他是要 护卫 犹太教 所传下来的 这样子一个传统 传统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他在 后来呢 他却变成神 这些书呢 他一个很重用的 一个器皿 为了就是要将 神的福音 传给外邦人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最常看到的一段章节 《使徒行传》的第九章 《使徒行传》第九章 第三节到第五节 《使徒行传》第九章 第三节到第五节 《新约圣经》一百七十五页 第三节 扫罗行路 将到大马社 忽然从天上发光 四面照着他 四节 他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五节 他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我们再跳到后面来看一下 我们跳到第十九节 十九节 吃过饭就见状了 二十节 扫罗和大马社的门徒 同住了些日子 二十节 对不起 二十节就在各会堂里 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 二十一节 凡听见的人都惊情说 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证明的 不是这人吗 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 带到祭司长那里 二十二节 但扫罗越发有能力 搏倒住大马社的犹太人 证明耶稣是基督 阿们 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保罗他一个信仰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转变 那他刚开始就是逼迫神 逼迫那些基督徒 他甚至在第九章第一节这里 就讲了 他刚开始是对主的门徒 口吐威吓凶杀的话 甚至去向大祭司去要求 一个可以去抓这些基督徒的这样子一个命令 然后适处去抓这些基督徒 然后去破坏他们 可是他就在往大马社的路上 神的荣光显现 神荣光显现之后 他就吓一跳 他就在那边喊着 他就说主啊 有听到 光里面有这样的声音对他说 他就说主啊 主啊主啊你是谁 主啊你是谁 可是这个呢 当然了 对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疑惑 他想问一下 为什么会看到这个光 可是当他历经了这样子一个光的照耀 然后呢 有人呢 神呢 派神 猜浅亚 亚拿尼亚呢 去按手在他的头上 帮他祷告 甚至按手在他头上 眼睛的 就有灵片掉下来之后 烧罗他的一个信仰 这个观念 就改变了 就改变了 从原本的迫害 迫害那些基督徒 变神了 去帮助那些基督徒 甚至呢 去传扬 主耶稣是基督 是基督 那这样子一个转变 其实 对保罗来讲呢 都有神的意思在 都有神的意思在 那他在这之后呢 也因为这个样子 认识 绝书是基督之外 也大大的呼求神 呼求神 他知道了 的确 他想说 旧约里面 先知的预言 这个基督 这个救世主 降生了 没有错 甚至呢 他将绝书 为世人 受苦 赎罪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传扬到各地 到了后来 我们如果在读 《使徒行传》的时候 到了后来呢 他虽然呢 又被大祭司 在公会里面 被抓去受神 可是他呢 照样 把他自己经历过的事情 当作见证 告诉那个时候的 当时呢 审问他的这些犹太人 跟祭司 然后到后来呢 被抓去了 西里王那边的时候 那他甚至呢 也是在讲同样的话 他也是讲同样的话 把他的见证 从头讲了一遍 最后呢 被关在罗马之后 被关在罗马之后 他也没有停止 他传福音的工作 没有传福音的工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使徒行传》的第28章 《使徒行传》的第28章 第30节到31节 在这边呢 就写得非常清楚了 那虽然呢 保罗呢 被棺材 他虽然在罗马那边 有自己的住处 他实际上 他也算是被软禁起来 他被软禁起来也 但是呢 他并不因为这样子 然后停止了 来传扬神的事情 那在这边 其实小提讨会看 就是保罗 他一个信仰的一个转变 他看到神的一个 神亲自向他 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 然后呢 他感受到了 感受到之后呢 再反过来 然后去传扬神的道 从逼迫基督徒的角色 变成传扬神福音的 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工人 那就从这两个人来看 一样同为神的使徒 神所前选的 那个时候的使徒 那他们 其实都是非常 都了解 一个是保罗 他是一个了解 犹太律法的一个人 然后呢 多玛呢 他是非常清楚 追出教训的人 甚至天天跟神追溯在一起 那其实 反过来看一看 其实就好像我们现在的 我们自己的 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们其实也非常的了解 圣经的律法 我们也常常跟神在一起 跟神在一起 但是 我们有像多吗 这个样子吗 怀疑 我们一定要看到神的神迹 有时候看一看 就是说遇到一些事情 然后觉得 没有办法释怀 对这个信仰 又觉得说 还是有这么一点点存疑 甚至呢 会不会像保罗这个样 保罗那个样子 他也非常的清楚 圣经的律法 了解 先知的预言 可是他反过来 却来逼迫 逼迫基督徒 那我们有没有像 是不是像保罗 还没有受到转变的 之前的保罗 这个样子 我们了解了这么多 对圣经的 圣经非常的清楚 看了很多遍了 是不是 常常觉得说 自己已经很清楚了 然后来质疑 我们自己的信仰 来跟教会 来跟我们的 我们自己的那种 教义 去怀疑 说不对啊 你这样解释不同啊 你这圣经来 他还有其他的意思啊 用这种方式来去 对我们自己的信仰 来去做一个反驳 其实这样子 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我们了解这么多 在神的爱当中 其实 有神 这样子一个带领我们 其实让我们 其实成为一个 合乎神 所用的这样的一个器皿 当然 我们没有办法像 我们也不希望 像多玛 这样子 这么样子的怀疑 也不想像 保罗以前这样子 来去 逼迫 来去怀疑 我们自己的 所信的这些东西 反倒是 我们可以 像 绝书所说的 我们再看回来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第二十章 二十章 第二十七节的后半段 二十七节的后半段 不要疑惑 总要信 大家看 二十九节 耶稣对他说 你应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有福了 他们 那 很感谢神 其实我们都是属于那些 没有看过神的人 没有看过绝书基督的样式 但是 我们 却成为 绝书 口中 所说的 有福的人 因为我们 听到这个道理 我们相信了 甚至呢 从小 就在这个 道理里面 我们没有 对这个道理 没有产生疑惑 没有产生疑惑 在神的一个保守 看顾之下 我们成为神 所祝福的 这样的一个选民 这样的一个儿女 那这个部分 其实是一个 让我们可以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问题 就是 至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仰 其实 我们是不是 真的要遇到了一些 怀疑 甚至遇到了一些 神的这样的一个教训 我们才有办法 去 对神 去跟他 直接大声的呼求 说 没错 你是我的神 没错 你是我的父 那 这个部分 是 小弟 针对 这两个 就是 保罗跟多玛 来提出来 跟大家一起 互相来思考 互相 来学习的地方 那这个 这两位呢 其实对我们来讲 可以算是 就我们来讲 就是信徒 就是我们自己 教会内的一个信徒 可是呢 我们来看一看 其实还有另外一位 这样一个信仰的转变 其实非常的 非常的难忍可贵 我们来看一下路德 我们看一下路德记 路德记的第一章 路德记的第一章第十六节 旧约圣经三百二十九页 路德记一章十六节 十六节 路德说 不要催我回去 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在哪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他们 在这边呢 其实呢 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是因为路德 路德呢 他其实 我们都知道 他算是一个外邦的女子 那那个时代 是属于世事时代 那那个 那阿米呢 他的丈夫啊 跟他的儿子啊 都死了 我们都从前面第一章这边呢 都可以看得出来 都可以看得到 都可以知道这个地方 那没办法 那阿米呢 也没有办法养活 他知道 想说 那我就回去我的本乡 回去我的本乡 那那个时候 就对他两个媳妇说 没关系啊 你们就回去吧 你们就回去自己的娘家 我们没有办法再照顾你呢 我也没有办法生孩子 再娶你们 就回去了 那 他的大媳妇呢 真的 就真的回去了 可是路德呢 却没有 却没有 那我们在看路德记的时候呢 其实看到了 就是这样一个 媳妇跟婆婆 这样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爱的互动 爱的互动 那也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这样的一个互动 让一个外邦的女子 外邦的女子 愿意来跟随 那阿米 愿意来跟 来相信 来信从 那阿米他这样的一个信仰 他这边讲的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那 这样一个 信仰的上面的转变 其实呢 很多时候 其实看到 从这一章读得起来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种爱的一个表现 因为爱 婆媳之间 这样子一个爱的一个互动 让他们 在 之后 之后 阿米回国之后 可以一个得到一个很好的 一个故事的一个法 如果这样看起来 这是一个故事 很好的一个发展 后续很好的发展 但是呢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互动 其实 在这样的互动当中 却也看得出来 神一个真理的一个教训 真理的教训 而拿尔米呢 也因为 后来 因为 对不起 因为路德呢 后来 嫁给了 他后来 却也成为 基督的家谱当中的 其中一位 蒙福的外邦女子 那其实这样 我们看起来 其实非常 非常特别 也非常神奇 我们没想到 神有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神有这样子的安排 当然 神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救赎 在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神的救赎 一个安排 其实也安排到了外邦人 一个外邦的女子 透过一个外邦的女子 跟一个 跟她的一个婆婆之间 这样一个互动 而成为一个 蒙福的人 蒙福的人 好 那 其实在 这样思考下去的地方 其实我们也讲 一个教会 的确 教会 我们一个 属神的教会 大家都说 这神的教会 也是一个爱的团体 有神的爱 在里面 那大家的互动 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 在 教会 除了爱之外 其实还有 另外一个 这个爱 也要符合 神的一个真理 神的真理 其实我们 不太想特别 去针对某些教派 或者是某些信仰 来去做一个抨击 其实我们 有时候来看一看 如果这个教会 如果只是单纯的 讲说 我们有很多的爱 我们会去关怀人家 然后呢 可是这样的一个关怀 却没有神的一个真理 的时候 我是说教会 教会的一个爱的行动 不是出于神的真理 的时候 有的时候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是不是就好像 外面的一些慈善团体一样 失去了教会的一个意义 失去了神的真理 在其中 神的真理 就不是 没有神的真理 它就不算是神的教会了 所以在我们这边 其实在另外一个地方 要思考的地方是 一个神 一个爱 爱神的人 爱神的团体 当然这样的爱 但是符合神的真理 那神的真理也在其中 这样的一个教会 才得以完全 才得以完全 大家也才有办法 同样成为神所祝福的 这样的一个团体 神所祝福的一个肢体 那小题今天呢 特别呢 就用这样的一个主题 去跟大家互相的分享 跟互相的学习 其实信仰的一个转变 当你发生 当你呼求 我的父 其实呢 这是一个 对于一个信仰的一个确定 但我的神 其实对 就是对神的一个 再次的一个肯定 我们常常一定 有很多时候 就会有发出 这样的一个呼求 这样的呼求 那其实 这样的呼求 并不是说不好 也没有像 我也没有特别像 也不会像 对我的孩子这样的 很严肃的跟大家讲说 你为什么要讲说 我的神 其实 我们每一天 就是活在神的爱当中 那我们也就是因为 我们正是我们的父神 他成为我们一个生命的 在生命当中一个掌权的 一个主要的人 我们愿意让他成为 我们的主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才有办法 做一个改变 我们的信仰才有办法 再更显一步 那以上 通这种 以上 小弟用这么多 其实非常常常 听到的一些圣经人物 的一些 圣经里面的一些记载 那用 生活中 所发生一些小事情 让大家提出来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也可以再多 多做一点思考 我们自己的信仰 我们自己的信仰 是不是 一直 就是这么样的 坚持在神当中 那也求神继续的看顾 跟保守我们各位 那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 我们下期visor 昨天 本节目 מש елен